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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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能够这么快的连续杀人 凶手应该是个狂欢型杀人犯 如果不赶紧把人找到 很快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接着老关通过对抛尸地点的分析 锁定的凶手的活动区域 然后再通过对死者的性格剖析 得到了凶手的大致动机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案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原来凶手是一个外卖员 因为自己患有肾衰竭 还有辛苦的工作 所以就对那些身体健康 就整天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产生了憎恨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杀人案件 也就是说如果你身体健康 但是每天就知道我来家里面吃外卖 顺便说一下 代盘机其实也是可以交外卖的 那你就很危险了 毕竟外卖吃多了对胃不好 但第一期连环杀人告破后 队长并没有把小关的案件资料交给老关 因为这首有了新的案件 所以估计这条主线得贯穿全剧 只有到最后才能水落石出了 不过以目前该剧表现出来的水准来看 绝对算得上是一部良心网剧 无论是演技还是剧情人都很出色 甚至是一向薄弱的推理部分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印象 当然了以我多年的经验 这部剧的评论之后是一定会往下跌的 因为绝对会有一帮经营站出来说啥 哎呦这个剧能叫好看的吗 是不是没见过世面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啥啥啥 就是好看多了 那你批上看去啥 我觉得一部剧能不能拍得好 是水平问题 想不想拍好 是态度问题 现在一帮制片人态度没有摆正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用心去做事的团队都值得去尊重 更何况人家拍的确实还不错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 三口2016 这里除了视频 还有很多新鲜的电影资讯 一起来玩吧